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猴哥财经 今天是2月20日,星期六,祝大家周末愉快 在周二的时候,我更新了一期视频 介绍了巴菲特在第四季度中都买入了哪些股票 很多朋友评论说股神已经老了,选股不准了 那我们今天再来做一个补充,看一看近些年表现好的明星基金 在第四季度中都买入了哪些股票 每一个季度结束以后,拥有一亿资产以上的机构投资者 都需要向美国SEC提交13F表格,公布他们的持仓情况 通过分析这些信息,我们也可以找到值得投资的好股票 第一是因为这些机构资金雄厚 他们买入一只股票通常都会成为大股东之一 短期内可以直接把股价推高 第二是因为这些机构都聘用了大量的分析师去选股 所以做了非常详尽的分析才做出的决定 可信度还是比较高的 尤其是当多家基金一起去买一只股票 那绝对是很强烈的买入信号 在今天的视频中,我们就来看一看这些13F 当然有太多的基金不可能每一个都看过来 我在Seeking Alpha网站上看到了一篇很好的文章 分享给大家 在众多基金中选出了20个 在2020年回报率最高的作为分析对象 这样我们可以确保这些投资者近期选股的眼光 还是比较准的,可信度比较高 今天的视频分两个部分 第一部分,看一看这20个对冲基金 持有的最大仓位是哪些股票 第二部分了解一下在第四季度中他们最新买入的股票有哪些 并且着重介绍其中最值得关注的5只股票 首先我们先看一下这20个对冲基金 其中包括比较著名的Tiger Global Long Pine 还有特斯拉死忠粉Bally Gifford 同时也有一些没什么名气的小基金 当然这不重要 因为只要他们在去年有很高的回报率 我们都考虑进来 接下来我们汇总这20个基金 每一个前五大仓位都是哪些股票 一眼望去很多都是熟悉的科技巨头 这也并不意外 就像我跟大家经常说的 投资组合中最大的仓位应该都放在基本面墙 适合长期持有的抗跌股票 那这些基金也是采用同样的操作 大仓位都是低风险股票 小仓位才会去买一些小盘股 进行所谓的赌博 通过分析这个列表中的信息 我们可以找出几只被持有最多的股票 比如说有每个人必买的亚马逊 还有大家熟知的Microsoft Google的母公司Alphabet Facebook Netflix 这些科技巨头都在 比较有趣的是 其中唯一的一家中国公司 并不是阿里巴巴和腾讯 竟然是京东 看来大佬们非常看好京东的发展 认为它可以进一步侵蚀淘宝天猫的电商市场 另外还有被腾讯投资的东南亚科技公司 Sea Limited代码SE 这家公司旗下有Garena Shopee和Sea Money三个平台 横跨游戏电商支付三大行业 被很多人誉为东南亚的阿里巴巴和腾讯混合体 通过进一步的分析 有四只股票在三家以上的基金中排在前五的仓位 这四只股票分别是大家熟知的 亚马逊 微软 Facebook 以及没那么熟悉的 Mercado Libre代码MELI 这只股票在四个基金中都排在前五的仓位中 MELI这只股票从去年开始就一路大涨 走势非常的强 到现在估值已经逼近1000亿美元 它是一家在美国注册的阿根廷公司 经营专门用于电子商务和在线拍卖的在线市场 主要是在拉丁美洲运营有超过数亿的用户 是该地区最受欢迎的电子商务网站 经常被人们比作南美洲的亚马逊 公司在过去五年也一直保持高速增长 从2015年6亿的收入已经翻了数倍 到2019年超过20亿 尤其是新冠期间 它们增长的速度进一步加快 截止2020年第三季度 已经达到每个季度10亿的收入水平 按照这个速度下去 在2021年收入有望再翻一倍超过50亿 正因为有着飞速的发展 它们的估值也并不便宜 目前的公司估值几乎是明年收入的20倍 但之所以被炒到这么高 投资者看到的是更加长远的发展 对标亚马逊现在的规模 拉丁美洲有超过6.5万亿的人口 GDP超过5万亿美元 虽然只是美国21万亿GDP的四分之一 但按照这个比例去对比MELI和亚马逊 那MELI现在1000亿的估值 相比16000亿的亚马逊 看起来也就没有那么高了 接下来我们看看这20个基金在第4季度中都买了哪些新股票 这个表格汇总了每一个基金新买的最多的5只股票 看下去大部分都是比较陌生的公司了 通过进一部分析 我们也找出了被买的最多的一些股票 是我们要重点关注的股票 这5只股票分别是Uber 拼多多代码PDD Cloudfair代码NET Doordash代码DASH 和C Limited代码SE 第一个股票是Uber 这只股票看我们频道的老观众都知道我是非常看好它的 我们频道从去年5月份成立以来 第一个建股视频是蔚来汽车 第二个就是Uber 而且之后我也多次推荐过它 非常看好它的原因也说过很多次 第一是因为他们的外卖服务在北美的使用率 新冠以后也会维持在很高的水平 因为人们已经建立起了这个习惯 并且订单量的增加可以提升他们的利润率 帮助公司更快地实现盈利 另一方面他们的打车服务在新冠期间受到了严重影响 但新冠以后我相信会迅速反弹 因为很多人会避免使用公共交通 毕竟地铁公共汽车还是比较拥挤 还有很高的风险 所以Uber的打车服务会成为出行的比较安全的选项 近期Uber还收购了Drizzly一个送酒上门的平台 进一步拓展了他们的外卖业务 上周Uber传出一则坏消息 英国的法院裁决Uber的司机应该被归为正式员工 而并非临时员工 这就意味着Uber需要支付相关的福利保险等等 基本上和传统的出租车公司没有了区别 之前他们在美国也面临过同样的官司 但最终在加州被人们的投票给否决了 我个人是不太担心这个问题的 而且从股价的反应来看 大家对这个问题也并不担心 一是因为英国的市场相对有限比较小 二是因为长远来看这些都是短期的干扰 往往在技术革新的路上都会遇到政府的阻挠 但用过Uber的朋友都知道他比出租车要好多少 并且开Uber的司机也正是因为他的灵活性才选择他 如果成为了正式的员工那需要按照固定的时间上班 也违背了这些司机的初衷 所以我相信最终群众的力量一定会胜出的 长期非常看好Uber 第二只股票是拼多多 这只股票我也曾经介绍过 刚上市那段时间被假货风波缠上 但这么多年过去了 公司也有所改变他们的形象 也反映在他们的财报之中 在刚刚公布的第三季度财报中收入同比增长了89% 电子商务平台上的活跃买家也增长了50% 达到6.43亿 几乎可以与阿里巴巴的7.79亿活跃消费者抗衡 在已经被阿里京东占据的电商领域 拼多多自己杀出了一条血路 初期的拼多多是依靠占领农村市场野蛮生长 后来在三四线城市占据了根据地以后 又杀毁了一二线城市 与阿里京东正面对抗 依靠真金白银的补贴 iphone 戴森产品 甚至特斯拉这些大热产品 抢占了大量的市场 目前看起来他们的策略还是非常成功的 而且完全没有增长放缓的迹象 所以无论是拼多多还是拼兮兮 作为消费者性价比还是最重要的 那通过拼多多这几年的发展看起来 很明显消费者还是非常认可在这个平台上购买到的产品的 第三只股票是相对陌生的Cloudfair代码NET 这只股票近一年以来也有非常优秀的表现 一路不断走高 它是一家做云计算和网络服务的公司 自2016年以来 它的收入以50%的复合年增长率增长 而且新冠期间进一步加速 推动他们收入增长的不仅仅是现有客户的支出增加 还有不断扩大的新客户群体 更重要的是客户增长依然强劲 在2020年第三季度突破10万付费客户以后 第四季度用户数量依然在增长 在去年年底已经达到超过11万的客户 尽管Cloudfair目前尚未盈利 但他们的业务显然有很强的可扩展性 公司的营业利润率也在不断的提高 在2020年Cloudfair的营业利润率提高了将近17% 达到了负8% 这也使公司离盈利又进了一步 另外公司通过新产品和新服务也在不断的创新 虽然公司目前的估值也不算低 达到250亿美元 但投资者对公司未来的营收增长 还有很高的期望值 而且Cloudfair管理层也认为公司目前还处在非常初期的阶段 他们预计2021年全年收入将达到5.9亿美元 37%的年收入增长 而且管理层还是出了名的保守 所以这个数字可能也会更高 所以如果您喜欢高增长高估值的股票 这绝对是一个风险高但发展轨道清晰的公司 第四只股票是12月份刚刚上市的外卖龙头Doordash代码DASH 这家公司大家已经非常熟悉了 但我个人其实并不太看好他们 因为相比Uber 我更加喜欢Uber分散的业务 不仅有外卖 还有不断在恢复的打车业务 而相比Doordash 他们缺乏打车业务不断恢复的利好 他们目前仅仅是依靠外卖业务 而且很有可能新冠期间的外卖使用率会达到短期内的一个顶峰 所以Doordash的估值或许短期内也没有太大的增长空间了 第五只是我们刚刚提到的东南亚阿里巴巴腾讯混合体 C-Limited代码SE 这只股票不仅在第四季度被投资者大量的加仓 近一年以来他们都是非常的火热被不断买入 公司去年的表现非常的亮眼 季度收入高达三位数的增长 目前公司收入增长主要依赖他们的游戏业务 但也正在成为东南亚的电子商务和金融科技巨头 虽然公司目前尚未盈利 但2020年他们的现金流已经为正了 C-Limited很像腾讯和阿里巴巴的混合体 而且目前腾讯持有公司大概25%的股份 并且也曾经在2010年帮助该公司启动了最初的Garena视频游戏平台 之后C-Limited又在2014年推出了现在名为C-Money的支付平台 然后在2015年又推出了电子商务平台Shopee 尤其是他们的电商平台Shopee在短短的五年内 奇迹般的成为东南亚最领先的电子商务平台 上一季度总商品数量增长了103% 收入也猛增了173% 目前东南亚地区电子商务的渗透率还在非常低的水平 依然有很大的增长空间 他们的支付平台C-Money虽然只是业务的一小部分 但使用率在近期也有了大幅增长 金融收入同比增长了8倍 C-Limited还刚刚在新加坡获得了数字银行的牌照 这是仅有的4家获得牌照的公司之一 C-Limited正在成为东南亚当地最大的科技巨头 在超过6亿人口的东南亚 各项线上业务还处在非常初期的阶段 另外公司目前也正在准备进入南美市场 正因为它有很好的发展前景 公司目前的估值也已经非常高了 达到1400亿美元 但相比数万亿美元的Fanstock 以及阿里巴巴和腾讯8000亿上下的估值 C-Limited在未来几年中仍然还有很大的升值空间 所以这也是一只值得长期持有的高风险股票 以上就是今天视频的内容 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分享 您最看好其中的哪只股票 如果您看到这里了 也请留下一个赞和一个评论 感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